今天是111年的2月23日 礼拜三 歡迎收看股市將軍 台北股市我看一下今天跌 喔 漲 86 因為我以為今天會跌 真的 真的 大概過半的人都認為今天應該會跌 跌成分比較高 對不對 連我也是認為會跌啊 但沒有跌嘛 對不對 沒有跌啊 重點不是在指數 重點是在個股 那不知道昨天你有沒有去危機處理 那我這邊的危機處理是 我幫你 挑你手邊 最弱的股票 或者是比較沒有機會上去的股票 我幫你換到會漲的股票啊 不是說你昨天去去別的地方持股診斷 那把股票全部殺到最低點 那他也沒有給你新的 新的建議 這昨天的測標啊 這昨天的測標啊 投資朋友 這昨天的測標啊 那昨天看起來大部分上市櫃的股票 都是跌了鼻青連腫的嘛 對不對 那如果你昨天去持股見證 什麼幫你看股票的 一定都是幫你賣啦 一定都是賣 但是可能會賣到什麼 賣到最尷尬的時間 對不對 好歹談一下再賣 或者說把部分 部分比較不會彈的 去換到會彈的股票 你可以接受嗎 你可以接受你就來齁 你來 你來 你來找政軍 因為我今天要給你新的 我今天要給你新貨啦 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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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股票都沒有什麼動喔 沒什麼動 沒什麼動 待會我會說明 待會我會說明 那今天一樣你來 你來危機處理 但我再三跟你講 我只會幫你把你手邊 最沒有機會的 換到三月份 你不要看二月了啦 二月剩 二月剩兩天啦 你把重心擺在三月份 那你說老師台北股市會不會 要繼續受到 這國際股市的影響 會 會 那是指數的影響 但不代表股票會有相對的影響 你們有沒有覺得現在全球的股市 基本上已經脫高 就不代表就是說 好像 稻窮漲或者是什麼跌 或俄國跌 就會跟跌或跟著漲 不見得啦 投資朋友 那進行全球股市來看的話 台北股市算相當相當的強 來看台北股市 今天台北股市跌 漲 不好意思 我都認為會跌 我都認為會跌 沒有跌啊 沒有跌啊 漲86點 那成家量2689 代表什麼 代表大家的信心比較薄 不然漲成家量變縮了 來看他昨天的 我們來看他昨天好不好 看一下昨天 頭信都一直買 頭信很厲害 一直買 我們先看一下成家量 昨天多少 昨天還有3 昨天是3372 但是3372 它是有包含 有包含什麼 有包含危機處理掉的 很多人 危機處理 危機處理 今天呢 今天呢 今天剩多少 剩2689 那今天成家量在哪邊 航運還不錯 航運還不錯 但是昨天的電子 我們來看他昨天的電子 我們先看他這 昨天的電子 昨天電子是1487 那昨天的什麼 台北股市3300 但是今天你仔細看 今天成家量2689 但是電子上來了 電子佔一半 所以今天電子股氣勢會比較強 那當然 當然航運還是強 航運還是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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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鋼鐵 對不對 但是鋼鐵很明顯 很明顯量 量縮得非常少 縮了一半了 所以今天鋼鐵沒什麼動 那因為航運量還是維持 一定的成交量 所以今天航運也不錯 航運也不錯 那今天電子呢 電子好像量還不夠耶 沒關係 沒關係 但是總是在低檔 低量潮 這看得懂嗎 應該是低量潮吧 這又不是什麼大量 大量就小心一點 每次那個爆大量 電子爆量 那您就小心一點 爆量 爆量就稍微 但是量縮 你不用緊張 量縮 你不用太緊張 重點是來到市場 我們不是看這個 叫指數嗎 這叫指數 這叫指數 那你用所謂的台北股市 我們看台北股市 單一個圖來看的話 請問你一件事 這是台北股市對不對 那我們看 這廢半 台北股市算強 那你要看倒窮也可以 倒窮都快要破前滴了 快要破前滴 對不對 快要破前滴 台北股市算強 那你說如果今天晚上美股倒窮繼續跌 繼續跌 我認為你看這一檔股票就好了 因為大家都還是擔心會不會 會不會有什麼重大的 重大的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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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爭啊什麼什麼影響 看這一檔就好了 加隆 其實答案已經出來了 答案已經出來了 那今天你們看到那個成交量 加隆的成交量 四萬七千五百多張 這我教過各位的嘛 10億的股本代表發行量 十萬張 十萬張 十萬張已經今天有四萬七千五百張 在市場飛來飛去 那股價股價也噴飛了 那不管不管戰爭 你怎麼 因為我不是軍事專家 我沒有辦法去幫你 幫你看這個 這個惡物 惡物情勢怎麼看 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去幫你解讀 但我剛才已經跟你講了 這答案已經出來了 答案出來了 也就是說 近期如果假設你看到什麼 更嚴重的什麼什麼什麼 這個戰局有沒有 那你也不用想太多 這已經反應了啦 都是先反應的啦 所有的事 而且你看到成交量就知道了 已經反應了 反應到差不多了 已經反應到台北股市有沒有 差不多啊 所以接下來如果有什麼重大情況 我覺得台北股市也 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 那我還是要跟投資朋友提到 來到股票市場我們是看股票 當然我講的都你不愛的啦 我講的都不是你愛的 這華碩 創短高 今天最高來到381 381.5 那 連強 那我創新高 那我創 這你有沒有 你一定沒有 你絕對不會有的啦 你就覺得啊 這我不愛啊 光達 潤太新 我都是從頭幫你們追蹤到現在 我沒有一天講不一樣的股票啦 我都跟你們講一樣的股票 我都跟你們講一模一樣的股票 而且我也跟你們分享就是說 我是看哪邊 我是看投信的 而且我先跟你們講一下 我大概怎麼看喔 你們大概參考看看 這邊改一下投信好不好 改一下投信 投信 那我下面是放那個 融資 融資的餘額 投資朋友 華碩 華碩融資啊 融資的總額才1995張 親愛的 好少喔 74億耶 才1000多張 還不到2000張 那投信一直買啊 買到 買到昨天 竟然昨天買 買是買最多的 昨天耶 昨天 毛起來買292張 那看一下其他的 那我近期的選股 選股的模式都差不多 我都幫各位投資朋友挑什麼 挑一樣的邏輯 挑什麼 挑投信的 投信買 那融資 融資 我是挑融資往下的 往下的 籌碼乾淨 2347 看一下 連搶 是不是一樣 是不是一樣 一樣啊 當然一樣啊 2382 光達 那只有這個啦 9945 9945不是看 9945的潤太新 不是看投信 是看喔 看外資 外資 外資 這外資買的 但是一樣啊 相對性你自己看啊 融資減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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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差不多 減到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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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減到差不多 他就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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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些股票 你們不愛啊 你怎麼會 你怎麼會愛這種股票 你喜歡這種股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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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你都講這個 那我其他之前講的你也不愛啊 這也是啊 雙紅也是啊 我沒亂講啊 雙紅也是啊 雙紅也是啊 我們看一下他那個投信 有沒有 也是投信買超的啊 那我們講一些其他的好了 不要說講我的啦 講其他的 群聯也是啊 群聯也是啊 投信啊 投信大買的 融資 融資創低的 你們選股的 模式往這邊走不會錯啦 不會錯啦 你自己看啊 這紅準啊 也是一樣啊 融資道相對低有沒有 他還是會上去啊 他還是會上去啊 只是說投資朋友 我們近期也有講過這個吧 都還跟你講什麼 講長榮 也是啊 也是啊 但今天好像這比較強嘛 不錯啦 恭喜啦 不錯 恭喜 好投資朋友 那希望你們危機處理 沒有到最低點 因為我知道很多人 處理到這一點 就是說你 你跑去那個什麼 持股診斷 那你老師 你老師跟你說 這都很危險 通通都很危險 通通都很危險 可是他又不 不幫你處理啊 處理你的股票 又不給你股票啊 那有什麼用啊 那如果是這樣處理 那你就不要處理啦 你就 你就不要處理啦 我們處理股票是說 我們把不好的賣掉 那去買接下來三月份 三月份 三月份 三月份有機會的啊 那前天有來的 前天有來的我是送 那也知道 還不錯啦 今天收 收888 發發發 不錯吧 收888 收888 我還是強調 因為我的看法就是 我還是盡量幫投資朋友去挑 挑相對什麼 相對安全的 那先跟你們分享一下 OMG 這跟OMG有關係 這都跟 他們都同一組的 大宇之 跟OMG同一組 同組的啦 同組的 那接下來三月的什麼 中旬 三月十五號 三月十五號 有一檔 有一檔很厲害的要上來的 六七六三 我不是要叫你買這個 我不是要叫你買綠界喔 綠界近期的股價也 都還有最高來 1450 這邊有來到15 15 15 1570 這邊1570 這邊1450 好 那他 今天收多少 今天收1000多塊 1000多塊 他即將喔 在三月十五號 三月十五號上櫃 即將掛牌了 他應該會破紀錄喔 他應該應該會破 破我們上市櫃的紀錄喔 那我要跟投資者講什麼 因為他三月 他三月十五號要開始要掛牌了 那跟他連動性最強的 那當然就是OMG啊 對不對 因為OMG持有什麼 OMG持有綠界幾張 你們知道嗎 4千多張啊 那只光持有的 張數跟持有的成本去換算 但是目前三方支付 紅 藍 綠 紅藍綠三檔你們應該知道吧 這個你們就自己去稍微研究 紅是誰 紅就是什麼 紅就是紅羊啊 藍就是藍心啊 綠就是綠界啊 那紅羊跟藍心跟誰有關 紅羊跟藍心是跟大羽之有關 也就是三方之父 OMG他是什麼 他是長友 他長有綠界 那大羽之 大羽之他長有什麼 大羽之長有什麼 紅羊跟藍心 好 開始講了 可是講基本面 你們都不是很愛聽 你們喜歡聽要買船票還是買機票 那我上次問你那個問題 你好像一直在誤會我 我並沒有說你不能買機票 我講了很百次了 沒有沒有到百次啊 我講好多次了 改變一下你下單的那個行為 你下單前你可不可以告訴你自己 你可不可以不要去追漲停板 或者是一定要7% 8% 9% 林老師的摳訊就來了 林老師8% 9% 市價買進 市價買進 今天機票很強啊 沒錯啊 那昨天機票強嗎 我沒有說機票不好啊 我只是告訴你可不可以去買黑的 你可以去買黑的啊 既然我昨天在跟你們講啊 我說那個東檢你知道吧 東檢啊 檢哥啊 你不要再插一檔掌停板 插一毛錢掌停板 你掌停板買進 你要買你等回再買 我一直強調我沒有看壞什麼 因為這些股票真的都市場 市場目前最夯的股票 那你喜歡搶 你喜歡搶做很短的 近期有一個操作模式很簡單 太簡單了 很簡單 你就找那個 那個最 怎麼講 量啊 量最好沖的 但是你不要說今天沖高 你什麼 你明天開盤才去買進 因為你明天開盤準備要買的時候 就有人要丟出來了啦 這樣你懂還是不懂啊 去年跟前年你可以用利多去買去追 沒問題 沒問題 但你今天 你今年如果還是用這種方式 你看今天這檔股票 讓我知道今天很多人會講這種 會講這種股票 開哪邊 那跟昨天那個阿檢哥 檢哥 昨天檢哥 是不是也是一樣 差一檔漲停板 那開漲停板 砰 通通通給你的 我們看低盤幾張好不好 我們看低盤幾張 你們可不可以學聰明一點啊 你們可不可以學聰明一點 低盤我看一下啊 這跑好慢 等他一下 如果低盤 低盤你最熱啊 因為什麼 藥症拿到了啊 對不對 好像快3000張 3067張 你再買 就相對 有人要賣啊 股票是一買一賣才會成交 一個買一個賣才會成交 這開盤 開盤賣得很爽你知道嗎 賣很爽你知道嗎 但是呢 你買很爽啊 對買到漲停板很爽 收盤跌停板 收盤跌停板 好 投資朋友 那你都說你前面買的那恭喜你 恭喜你 恭喜你 也恭喜你老師 我們做事情就是這樣子 對就對 錯就錯 你前面買就恭喜你嘛 但是你今天怎麼買 你一定很興奮啊 因為你就是喜歡看那種 敲鑼打鼓的節目 敲鑼打鼓 趕快快快快快快快 好飆喔 快飆喔 快飆了 快飆了 我的節目跟別人就會不一樣 我看再好的股票 我覺得差不多我就會跟你講 你不要追 你不要追我的股票 我不會說在那邊敲鑼打鼓 快點快來喔 明天很好很好 趕快趕快來趕快來 趕快丟給你啦 趕快來 笨死了 真的有時候齁 我說不知道你們怎麼那麼笨 不能罵你們笨 到時候被人家酸 那你說保齡附警不好嗎 我沒有說他不好嘛 那你可以買今天的跌停板 如果今天買我一定買跌停板的 那你為什麼要買漲停板的 老師我看節目都說很好很棒 廢話不然你怎麼買單 不然你怎麼買攤啊 你們怎麼那麼天才啊 怎麼那麼天才 我送你的股票都沒漲喔 你來看一下 你來看一下 這沒漲的 沒漲啊 來啊 沒漲要送你啊 沒漲吧 你不能跟我講有漲吧 我全股模式跟剛剛都跟你講過了 我只好投信一直買 融資創新低 重點是他沒漲嘛 他明天也不可能開漲停板啊 他明天開漲停板 我偷 我名字給你倒過來寫 不可能開漲停板你放心 搞不好他開黑了 我沒騙你 開黑就機會 為什麼是機會 去年就賺八九塊了 去年賺八九塊 前年才賺五塊 去年 用去年 用去年賺了 今年跟 我跟你講今年跟去年一定是差不多 也不會好到哪裡去 也不會不好 持平 持平向上 那如果用現在的股價 投資朋友去年就賺八九塊了 股價六字頭 這樣有合理 如果不合理你去登記 你去登記 你不想登記你就自己拆 你不要猜錯 你三個號碼就自己拆 另外這三個號碼自己拆 自己拆 但我現在聰明的人不用拆嘛 為什麼 就算你拆到了 就算你拆到了 你不想登記 你去登記 你去登記 猜到要怎麼樣 猜到你又不敢買 我跟你保證 你猜到就是在酸 那個 那個人 這個 這個股性很差 這個 太牛了 這個牛 牛 牛到爆 牛到爆 你今天有來登記的 我除了要送你這一檔之外 因為我知道你們要速度快的 我明天多準備一檔 好不好 我們就 就來個 要五毛給一塊 我今天來個要五毛給一塊 你今天來喔 你跟我要這個五毛 我再多送你一檔 股本小的 可以嗎 不到10億的股本 可以嗎 可以齁 所以你要去登記啊 我跟你講剩兩天喔 我三月份就不送了啦 三月份沒有在送東西的啦 過年後還送什麼東西啊 要就來啊 你自己看我送你這些 我送你這些 我有害過你嗎 你們自己看農曆年後 你說台北股市不好做 我送你這一些 我送你這一些是怎樣 是哪裡不好 我每天講一樣的股票耶 我都是跟你講一樣的股票 我講的這些 你不愛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啊 我沒害你啊 對不對 包括之前這個 這都有講過啊 都有講過 那我是用一樣的方式 一樣的選股邏輯 今天除了送你這一檔之外 還會特別再追加一檔 股本非常非常非常小 也就是說你今天來 你可以把兩檔股票帶回去 但是你要去登記啊 登記就有啦 把這一檔跟 另外一檔小股本啊 通通帶回去 就這麼簡單 中場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我們類伏台灣 放眼世界 每個數字的跳動都是金流 人生每一步都是投資決定 與非凡商業台並肩作戰 才能看得更遠 鎖定非凡掌握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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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至週五 全球新觀點 鎖定非凡掌握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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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看一下電腦 3月中旬3月15號即將要掛牌的綠界 跟誰有關係 當然是跟OMG有關係 所以說3月中旬的OMG是有機會 你應該是聽得懂我的意思 你們要買 要買的人應該是買在3月中旬 因為什麼 因為你不能等到人家掛牌 掛牌你再去買OMG 這樣對嗎 不對嗎 對不對 那OMG會上去的話 那當然我認為他也會上 目前啦 而且他 我今天講不完 因為他病的 那個什麼 投資料 我資料在這邊 講不完 因為那個病的東西在這邊 那我也不方便講 你們自己去看那個 我們的TG 那另外昨天有來的 先跟你說一聲謝謝 有來的 我今天持續送 那今天要送你什麼 昨天有來的是送你什麼 我有送你嘛對不對 那今天就送你這個啦 有登記就有 我們再講一次 有登記就有 怎麼樣登記 很簡單啦 我們仍然是老規矩 老動作 把電話撥通就對了 感謝你的收看 明天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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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先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